上个礼拜去郑州,明天要去深圳 明天去深圳,一般六年半天讲四个卦 讲那个尊卦、蒙卦跟阁卦、定卦 这个上个礼拜去郑州有一个小趣味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在郑州去一个书院也是要讲一经的 不过还没有讲些热身讲一点中国文化的基础 那边有一位助理小姐她私下偷偷跟我讲 她说她有点特异的体质 可以看到人身上发出来的光 那个光就是能量 光有白的光,有黑的光 有人散发出白光,有人散发出黑光 白光就是正能量,黑光就是负能量 她跟我说她看到我身上的光 是从来没有看到人那么强 尤其在讲课的时候 因为讲的都是生命圣贤的道理 都是正能量 所以那个光就不只是我的光 还有从孔子以来的历代盛行的光 所以那个光特别强 我请她描写一下,她那个光是动的 尤其在她听着动的时候 她听着有感应的时候,她就觉得那个光更强 我都帮她解释说,这就是所谓气场 能量场 这个所谓的统一场 就是所谓的电场,磁场 甚至是生命能 都可以互相相同成为一个统一场 从安音试坛开始 就是所谓的统一场论 那这个其实都可以用理性去理解 那现在一个气场的感应 它跟那个放送器跟接收器都有关 如果你的接收器好 你也能够接收到更强的能量 就像那个同样的那个电视台发出来的电波 你那个电视比较好 结果那个画质看起来也是比较漂亮 所以这是一样的,互相的感应 那这个感应啊 的确是中国生命的学患中非常重要的一样 感应 那个儒学有两大要义 第一个就是那个极大层 极大层就是所有的讯息 都经过呢,后续的处理 那成为一种呢,一个理论 一个生命哲学的理论 当然,当然构成理论的时候 已经不是在那个实存的情境中的发散 所以能量没有了 留下来就是那个能量呈现手等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理 这个科学知识也是一种理 那个生命实践创造 呈现出来的那个能量产 它也有一个理 那在实存的时候呢 那在实存的时候呢 同时有那个理 同时有那个能量 就是所谓前扬 叫创造性的动力 创造性的动力 那所有的创造 它都连同我们的行虚肉身 跟整个物质世界的各种的这些资源 这就属于昆英 所以这个时候是乾坤合体 阴阳合体,乾坤合得的 极阴极阳的 可是整个这个已经过去了 那留下来的资讯 留下来的纯粹的资讯的这个结构 就是理 有科学性的理 无关于人生的存在的意义价值 也有呢生命哲学的理 那就是我们呢 轮盟老庄一经 这些留下来的理 那这个理呢构成了一个理的结构 体系 那么我们从这一端去理解 儒学就是所谓的极大成 它把所有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 过去的历史 曾经有生命的那种创造 最后留下来的呢 它都给它做了一个总整理 整理到呢 所有的理都能够呢 互相并行不悲 这个官物 并遇而不相爱 道并行而不相悲 这就是一个大的云端 的理论 体系的系统 都储藏在云端 另外呢就是 到每一个也简单下 落实下的每一个生命 那你能够呢 那你能够呢 根据你学习到的这种 理文读《易经》 我们读《伦梦老庄》 能不能把那个 你读到的道理呢 在你这实存的当下 给它用出来 给它活出来 那么就是 你在每一个当下的时候呢 你感应每一个当下的情境 然后呢 在那么多的理当中 也很快地 选取了一项 或者说 你选取了某几项 做一种快速的整合 整合到一个理 来呼应当下 这个时候呢 理气呢 就通过 每个当下真实活着的那个生命体呢 给它连起来 这个理气就合一了 那个静态的理呢 又重新动起来 那么这个动起来的生命呢 也就合了理 所以理气合一 也就是阴阳合体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呢 那个 那个 因为合理的气 那个气就没有阻碍 没有堵塞 它就比较通 所以 就 生命就舒畅 于是呢 散发出来的生命难 也就比较旺 那这样的一种呢 这个感应 当下 一方面感应当下的实存的情境 一方面呢 也能够感应诸理 从那么多的理当中呢 感应一个理 跟当下是相优的 选那个理 来化为我的行动 我的言行 去回应呢 这个 这个实存的情境 让天地合 让天地合 阴阳合 离气合 那这样的话 那个 散发出来的难量 因为舒畅 因为生命舒畅 因为合理 所以就耿光 那这样的一个当下 叫感应 这个感应就是 所谓的圣之实者 你能够 你能够 基每一个当下的 特殊情境 而以 如理和道的方式回应 这有两重敏锐感应 一个感应呢 当下的 持存的气场 一方面呢 感应 那个理论 体系中 和这个当下的情境 相应的理 因为相应 所以让当下的那个 生命的气 没有堵塞 能够很舒畅 那这样合起来呢 可以称为 养气 就是孟子所谓的养气 孟子很有自信地说 我知也 我善养无浩然之气 那这个气是怎么养的呢 他说 是极益所胜 不是益 习而许之 要应其浮而许之 或是 帮助 习以原厅成功 习取某一次 刚好啊 里根气印 也许是运气 也许是偶然的灵感 那一下呢 你所采取的言行 果然让你的生命的气 生命的能量很舒畅 没有阻塞 没有阻碍 很舒服 悦乐 于是你就以这一次的那个 能够通天地人火的这个言行 你就以为他就是真理 就按照那次的经验模式 下面就套用 这个套用叫习而取之 那就是像一个球员 穿了那个51号球衣 锁向无敌 有种迷信这件这个号码的球衣 一穿上他就有信心 忘记带了就没信心 忘记的信心在你自己心上 不在那件球衣上 那这个是没有用的 你一次偶然通天地通能我的言行 不是价值标准的本身 而是其意 其每一次的意 那每一次的意是怎么来的 它说是以质养 而无害 用质去养这个气 积极来讲用质来养 消极来讲不要去妨害那个生命的气 这是什么妨害呢 像这样的妨害 那每一个当上活活活活活的生命呢 硬套进一个格局 套进一个教条 所以我们说读异经不能把它变成占卜 那个所谓的算命 那所谓的算命就是 眼前当上遇到情境 怎么办呢 去补个花吧 其实补瓜也什么了不起 抽签就是了 以前呢 萨有戒士 用五十根士草 分成两堆 怎么用四桌 得到什么余数 如何如何 三次步骤得到一根谣 一共六根谣 用十八个步骤才能得到 用萨有戒士 其实是帮助人的那个浮躁的情绪沉下来 如果真的是要这样的话 很简单啊 我家也有一桶那个 千桶就是有六十四根 抽一根就是某一个瓜了嘛 对不对 那复杂点啊 拿一个铜板丢三次嘛 丢六次嘛 丢一次正面就是羊咬 反面就是阴咬 丢六次不是一个瓜都出来了 抽一根就简单一次就出来了 这个意境不是这么用的 这个叫做硬碳 把你那个千变万化的独一无二 当下情境呢 套进那六十四根螺丝里头 抽一个 这个人生的情境 答应是六十四种 无性种 用抽签来决定 你现在的 当下应该的应对 是完全输出于这个霍兰玉 完全输出于抽签的这个运气 这完全不对 要怎么样呢 用直来养 这个直 就是如理和道 叫直 你违背了这个真理 那个就是趋 那这个以直养 孟子呢 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就是 就是要能够合于这个 那个真理 生命的真理 那孟子呢 再加以养气字眼章 它是怎么说的呢 它叫配意 与大 用直养就用意来养 用意来养就是 你每一眼前都配意与大 合于意 合于大 每合一次 有一次的一 那你还要一加一加一一 累积起来 好 一次一次的累积 才能够呢 慢慢慢慢的 让那个气啊 突然的越来越蓬勃 它说后来呢 你自己的生命的气 就能跟宇宙的气结起来 这个叫做 这个浩然 就是大 所以它有两个要意 一个是正 正就是配意与大 是意 第二呢 就是大 大就是每一次的意 是一个意 集意就是一加一加一加一 一直加 加到后来 它就不大于正 而且大 这个就是孟子说 这个气呢 会射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 至大至干 至干就是至正的意思 就是基于这个 就是基于这个 这个潜德 不是基于昏德 我们等一下会讲昏卦 是基于潜德 就是道德传造 这个叫干 至大就是累积 至大就是累积 集壁 集那个干 集那个羊 那后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氧气 那这个气呢 虽然我们已经看不见 摸不着 但是呢 我们是可以感应得到 那谁能感应到呢 所有人都感应不到 当然如果 你自己的气 更轻 更正 更大 你就越能感应别人 那当然有些有特殊体质的人 是特别敏感 可是基本上所有人 都可以感应 那这种感应呢 也会自然的表现 比如说 这个 你感应一些什么 君子相处 就觉得如坐春风 就像是处在那个 很温柔的春风春 吹腹之下 觉得很舒服 这就是一种感应 因为那诗经有这么两句 说 这个 记见君子 云虎不稀 然后 这个看到一个君子之后 记就是完成式 云虎不稀 这个云没有意思 是语气词 发语词 因為要湊過詩經每句詩的詩詩 怎麼會不高興呢 你看到一個君子跟君子相處怎麼會不高興呢 這個我們異經課這一期好像人蠻多的 不曉得是不是極意所生 慢慢的會有了一些氣場 那越來越順 這個不只是我老師這邊散發的 各位這個接收器也越來越好 這個我上禮拜去鄭州 我以前不是每年都會去鄭州兩趟嗎 那個是去一個社區書院 叫做本園書院 這個五年來 我在那邊已經慢慢慢慢形成一個 蠻好的氣場 跟那個書院裡面能夠有感應 他們也很認真 我每次上的課 每一次不管是演講室的課 還是那個電影信上 他們都會把它整理上文字 印成非常精美的小冊子 那麼隨時 正宗給到書院來的客人 或者說是社區裡頭的人 就要慢慢的 就要慢慢的 他們好些工作人員 這個都會有個小本子 上面記得鄭老師說的話 鄭與霧 有時候常常都是演成鄭老師說的 那個負責把我的演講的錄音 整理上文字的那個遊戲感覺 感受得到這個工作 因為要反覆聽 所以特別感覺到受益 因此後來這個工作變成要爭取 爭取去做把鄭老師的演講 錄音整理上文字 那他們那個社區書院的 的贊助支持者是河南最大的建商 建築公司 那個董事長很有人文書用 他的書法也寫得很好 自己掏錢出來是一個社區書院 後來他理想是他每推出的 他推出的每一個社區 都設一個書院 那從新推出的做起 所以他那個母書院 就要負起培養社區 這個書院精靈人才的責任 那成立一個書院 就要派出一組人群去那邊主持 那最近他們一個新的書院 一個深的社區推出了 以後的那個書院最近也整理好了 大概會在那個明年初的時候 我們正式開幕 於是派出一組人群 那麼都跟我越來越有感應 那我現在呢 最近兩個月去的是另外一個書院 叫做中福書院 中福也是一進一個掛了 那麼也去那邊上兩天 我都呢就把一拜天晚上吃晚飯的時間 留給本園書院的人 結果他們說很感激這個中福書院 這個製造了讓我們可以跟鄭老師 用多一次吃飯喝茶的機會 都相處很愉快 那一拜天到晚上回到酒店通常都十一點 那就是這個大家的那個感受就是 寂靜君子雲乎不喜 我沒有一點點自誇的意思啊 這個只是在說明這個氣場的感應 那這樣一個感應其實每個人都有這種能力 那我只是這個內舉不必輕 就用自己的例子來說明一下 那我們讀經典其實就是藉了這個禮 來調理我們生命能量的氣 當你調理的越好 你的生命越舒暢 越沒有壓抑 沒有堵塞 沒有偏 沒有偏頗 那於是就越能夠直 直就是生命是舒暢的 直就是生命是舒暢的 沒有很多的扭曲 那個直的相反就是曲啊 這個曲也就是冤啊 這個冤就是曲嘛 這個冤就是曲嘛 有冤曲嘛 冤就是不白啊 不白之緣啊 不白之緣啊 直就是白啊 就是唱啊 就是唱啊 這個 這個生命應該 所有的生命都是要求 都是要求舒暢 沒有冤屈 沒有歪邪 什麼 是 都是要求婚 腎 也要求婚 老天 很多很多都是 就是坦诚 就是开放 就是没有隐瞒 因为凡有隐瞒就有免去 这个你不能直接说有时候要旁敲侧击 有时候要止伤骂怀 有时候要故意的包装 需要这样包装的意在言外的很委婉的 其实都表示你生命的自信不够 你生命的存在的状态有问题 你怕直白的时候会受伤 会得罪人 有不可预料的后果 所以不敢 那这样的话你的生命都多少不够直 也不够白 当然有人是很直白 可是那个直白是粗鲁的直白 叫做鲁莽也不对 鲁莽的时候也不管别人 谁不高兴呢 是你的实呢 这也不应该 是不是 所谓的直是不是你的直 是带来别人的去 那也不是真正直 真正的直 真正的白 真正的开放 真正的树上是大家一起树上的 这才是真正的天地之气 这才是真正的天地之气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 我们为什么要做生命修养 那都是道理在这个地方 好吧 我们就接着这一次 我在郑州遇到这么一个 很有灵性的这个女子 说她看了见光 好吧 就把这个 当了一个先生说法的意思 跟各位分享 这边我真正的意思是说 这根本就是生命存在 应该有的状态 应该人人都有 所以那位小姐也说 都没有看到别人的气候那么强 那是这个时代的不幸 我的光比别人强是不对的 应该人人都这么强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人人都是人啊 人家可以有威尧顺啊 所以说别人都不强之后 我强就是不好 这反而是这个整个世界的 一个不理想的东西 是不是 老婆不再深述一下那个感应 一般感应是 是会有生理上的这种 比如说你看到 你听到 你嗅到 比如说你进入一个场合 诶 你一看 这个场合好像 气氛不太好 那算感应吗 还是生理上的 老蒋依丽是跟我们的那个心有关系 所以你说用这个词 这个感应有两大类 一类呢就是 模式化感应 这个心理学叫吃鸡反应 那是模式化的 这种感应是机械 不是自觉 自由 自主的 那就是若批则扣 有什么刺激 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刺激 有什么女士不爽 那这个反而在佛家来讲 这是一种业力 这个感应不是个好感应 这个叫千亿 业力的千亿 就是人家骂你一句话 你就回一句话 你就一直在这里 所以你忍不住的 立刻回 就是用膝盖来思考 就直接反应 不是自由自觉的 那孟子的话呢 孟子的话有跟这个一样的 这个叫物交物 不是心交心 就是物交物 怎么样 则引之而已 这个引就是互相牵引 互相争强 那就是一般所谓的晦气 所以有一股气呢 你要宣泄 就是创造别人 我们说那个不是直白 那是卢嘛 被创人 马上就反弹 说弹来弹去 弹来弹去 他就气得不得了 所以会为了一块钱 这个动刀子 杀人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业力 业力就是 就是无名 就是盲目的惯性 就是模式化的反应 好 这也可以造成一种感应 可是这种感应是机械化的 模式化的 是无名的动力 那另外一种是心灵的感应 心灵的感应 那么心灵的感应当然也会跟这个连在一块 如果那个心是跟这个业力成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业力是指的人所特有的业力 动物的那种习惯性没有关系 动物的习惯性是中性 因为有个自然律 明明中在做主 但是人的那种 这个无名的惯性 会无性隐身 为什么会无性隐身 中间有一个心 但是那个心不是自己做主 我们等一下讲困卦 困卦就是一定要以钱为主 这个困才是一个正面意义的困 那如果你建居主位 你自己做主 那就是无名的关系 这个无名的关系 跟动物的习惯性不一样 是人 因为动物的习惯性有一定的这个限度 就是有自然欲在做主 但是人的那个关系呢 会无性隐身 为什么说引导 就是半调子自觉的 半调子觉的那个人的心 这个时候呢 就是被那个这个 人心所牵引的 那如果说被道心 那不叫牵引 那不叫牵引 被道心呢 去活用的 道心就不是一个惯性的表现 而是一个圣之使者的感应 这个就是正向的感应 正向感应是活泼的 自由的 那么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表现 而这种呢 是自我程度的表现 自我程度生命就不舒畅 自我实现生命才舒畅 所以我们当然要说 当我们说圣之使者的感应 圣之使者是啵啵啵啵啵的 不是一个模式照靠的 那当然是这个正面的感应嘛 这个正面的感应啊 也不是那个阴阳家所说的感应 我们天人感应 那个也不是来自于一个自觉的心 那儒家所说的感应 是来自于一个充分自觉的心 那这个感应呢 在中庸里面表示就是说 至诚如神啊 至诚如神 它来自于啊 成就是真的实的 然而是一个真实的性命 哎 结果它也能够呢 像神一样 像神怎么样 合以前之人 这就是感应 事情没发生 它又会感应到 它又知道了 它要发生了 就是那些维讯学习已经散发了 你不要等到很明显你才知道 那也是后知后觉 好 低时间 有点很很维的讯息 它都已经感应到了 这个要感应 这个唐俊英先生 评生最后的一部 巨著 就是 它这个心灵久禁 它一方面呢 铺散出 由过去的圣贤留下来的理 建构出人生的三层 九个禁 有三个层 一层一层往上提升 每一层有三个面向 这是心灵久禁 然后它说 这是一个静态的极大层的体系 可是出入于这个久禁之中 各如其分的 是 唐俊先生非常强调 是感应 感应 那有感应的能力才能够 才能够 才能够 才能够感动 才能够感造 这个感造就是有朋之远方来的 才能够感动 什么通 人我通 天人通 那就是这种感应 感知 感造 感动 感通 的力量 那这个地方就是心灵的修法 是不是 那我们整个的《易经》 你也讲这样的一个神 《易经》也说 圣人以神道社教 这个神道社教不是用神啊鬼啊来愚民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所有的人 都通过《易经》以后的前阳 以修那个前阳之德 就是那个创造性原理 那他们这么说 所以修到的主持人 你也能够再移动 你又可以有敏锐的感应 第一时间你就知道 那这个孟子也有说到这个神 那他有一章六句非常优美 第一句 这个可遇之未善 要预期可遇 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可能的事 比如说从有限处 强求无限 这是不可能 你想赚无限的钱 你想吃无限的食物 你想有无限的寿命 这是不可能的事 预期可遇 就从无限处实现无限 从你的心灵创造 那才是真的 那是可以实现的遇 这个叫善 可是这只是一个原理 你要真的做到 叫有诸己之未信 你要做到 做到一分 你就有一分 那一分就是你自己的 有诸己 真的在我的生命中实现出来 你实现一次就有一个意 有一次的意 那一次一次的实现 就其一次一次的意 你所有的越来越多了 论语叫做 愈知其所无 愈无忘其所能 这个每天都有新的创造 每天都有新的那个意 每天都有新的有诸己 等到一加一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呢 就有充实感 所以第三句话叫 充实之未美 它不是道家 虚灵之未美 道家的美是把那些晦气 堵塞的 冤屈的 通通出情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也有一种美 清通之美 虚灵之美 但儒家的那个美 是充实之美 一个意 一次一次的锻炼那个意 这个时候有充实感 饱满感 这个充实之未美 下面第四句 充实而有光辉 位置大 这个大 这个与其说的形容词 不如说是个动词 充实不单是你自己 而且呢 它就会散发出一种能量 一种光辉 向外呢 去活冲 充实而有光辉 于是就发出光来了 白光 然后呢 大耳化之之未胜 啊 这个大耳化之的画呢 应该理解为 叫画的画 敢画的画 你散发出来的光啊 真的是呢 对于别的生命 有一种正的影响 可以去感化 感应感通感化别的生命 让别的生命有所提升 这个叫做圣 圣是指它的效果 它的功效 圣功 就是你不但动机端是纯正的 而且在结果端也是有效的 有功的 这个就叫圣 最后一句 圣而不可知就为神 也就是这种圣功自自然来 没有刻意造作 甚至连感化都没有感化相 依然是人我平等 自然的相处 所谓的生教 所谓的不言之教 这个爱而无爱相 感化而无感化相 这个叫神 到了一个完全自然的地步 这个叫神 就是至常如神 对不对 这个童子也向往这个境界 说余裕无言 说那么做干嘛呢 因为天何远在 百物生至时行业 百物生天何远在 这个是神 所以一个神也可以加上那个话 叫神话 神话 对不对 那就是儒家形的身心修养 到了极致的地步 我们的这个前言 隐言 所有快一个钟头 好 我们的前观终于讲完 很多信徒也觉得他们师父有光 这太多了 反正就应该每个人都有光了 何止是师父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乐见人人身上都有光 这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那个佛教的画像 不是上面都同样有一个圆 应该在那里都在那里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见 有人有特殊体制都看不见 还有那个头颈如果很光 我就很光 方也有真有假 自己发出来是真的 那个是反射的也是假的 某一点油就有光 那是假上就更假 好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前话上次讲完 那现在呢 我们要讲坤话 那坤话 我们 坤也有它的德 坤之德 就是坤的本质 那我们如何先对这个坤之德 坤之德就是它是一种结构性 钱是一种创造性 宽是一种结构性 宽是一种结构性 好 那么这个 这个 我们怎么去理解跟掌握 首先 依然是 尤其 我所讲的《易经》 是 是成王传山的《易经》 传山学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最重要的一个总原则 有两个意思 第一呢就是 你不离时寸之后 你不会呢 这个擅自的过度隐身 就隐身出一些非理 那个里边假道理 凭空去幻想 那第二呢就是 你要经过你自己的生活 实践 你的生命的冒险 你的心灵的自觉 你整个道德生命的提升 来印证那个道理 然后你对那个道理的理解 才算数 如果你知而不信 知道这些道理 都到处来去谈论 你自己没有回到你自己的生活中 去验证它 那你讲了道理就骗人 因为连你自己都不懂 因为不算 那这个叫回到失存 第一防止腐烂 过度隐身 第二呢避免骗人 你自然不行 讲空道理 就是在所弄人 就是在骗人 你只是在卖弄 你记得讲这些道理呢 给自己脸上贴近 号称是专家 那这个就是问清有愧的 尤其是现代人都喜欢要打知名度 要塑造形象 这个形象常常跟这个人的真实的状态 或者说跟他所讲的道理的 真实的道理 其实是疏离的 甚至是违背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述照出文 成为一个 禅学大师的形象 其实禅学比所有其他学 都要更没有大事 凡是字号禅学大师的 都不是禅学大师 因为禅 或者说道价 他本就把这些形象画掉 来塑造个形象 不是跟他的精神背道而驰 对不对 这个不是穿上袈裟就是高僧 有时候穿上袈裟反而使个架子 不穿的还比较正好 一穿上来他就要端起架子 所以反而是有问题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是回到说 一个种的一个精神 这个是永远不离十数 因此呢跟钱挂一样 我们说一说钱 就运含了云 一说阳就运含了阴 所以同样的一说阴就预设有个阳 一说空就预设有个钱 所以一说钱 就是钱空合得的钱 一说阳就是阴阳合体的阳 一说阴就是阴阳合体的阴 一说坤就是钱坤合得的坤 只是当我们说钱的时候 钱显在面上 但不要忘记背后隐着有一个坤 同样当我们一说坤的时候呢 只是坤显在面上 但是有一个钱 隐在他的背后 所以传三先生很重要的医学的发明 那就是说钱坤无有无 只有阴谢 没有有阳而无阴 有钱而无坤 或有坤而无钱 没有这回事 钱跟坤就是永远有的 他不是一个有或者无的问题 他只是写还是隐的问题 显就被我们看见了 那隐的时候没看见 没看见并不是不存在 他只是呢 有隐显中的这个流转 一回显阳 一回显阴 但是不管怎么样 阴跟阳 钱坤 就是永远失存 那就是传三医学里边说的 他就是钱坤并健 并健就是同时成立 健就是立 钱跟坤啊 他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 而节力 这个节力很有意思啊 传三先生的用语 节就是当下 连一餐啊 都嫌太差 那个时机啊 比一餐还短 就是当下 那么这个钱坤并健在哪里并健 就在每一个时存的当下 不是在理论界 理论界的理论 地区可以有 有扬就无一 有纯就无一 有纯就无一 因为纯理论是分析性 但是回到世存 这两者永远同时都在 所以 天坤的合一 相及在哪里 相及在哪里 相及合一 就在每个当下 生命每个当下的真实存在 这就依据非常简样的力量的话 来说明了永远不离其存 所以我们在讲钱坤的时候呢 有说明明钱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创造性 它是值不是量 那为什么钱坤要分成六个羊 一个龙变成六个龙 我们说 那就是因为呢 虽然它是一个纯粹的文化 已经呢 已经有显示出昆音的迹象 昆音就是结构性 结构性就是量 量就是分化的 所以分化为六个位 结构性是分析的 所以一个龙是它的本质 但是它在持存的人生中呈现的时候呢 它会因时因地有不同的表达形态 所以故写说有六个龙 结构是六个龙 千千万万个龙 所以从钱卦中就已经看到有 昆音 否则你怎么会化为六个 所以同样的一个昆卦 虽然是六个音有 每一条都有羊的影子 都有羊的创造力量在灌注 就是我们呢 首先 这个要讲到这个昆卦的时候 第一个离青 就是昆不是与以前对立的 另一个原理 而是同一个时存的生命里面啊 分化出来的它的一项原理 好像跟另外一项原理 是对立的两个原理 其实这只是一种方便 回到时存 根本是不回事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再继续一下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